大熊猫两种方式完成交配 一个就是自然发情交配和生子 一个是通过人工取经以及受经实现人工繁育 那为什么大熊猫在可以自然交配的情况之下 还要对它进行人工受经呢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提供的数据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仅有7%的圈养雄性大熊猫个体可以自然交配 而通过数十年科研人员的努力 目前60%的圈养雄性大熊猫个体 可以实现自然交配 成功率为50%左右 不过对于大熊猫种群的生存和延续来说 这个比例依然偏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荣告诉我们 在调检允许的情况下 工作人员还是会尽量让大熊猫自然交配受孕 不过大熊猫自然交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别的物种的话 你看它发情的时候 工作母都在一块 它就会交配 这个大熊猫不压 它那个工作现在母的发情了 但是没有到最好的一个点 如果它现在两个都没有表现比较强烈的一个兴趣的话 你如果把它配对就放到一块 它最后一个结果就打架 往实力打 往实力打 这个大熊猫都是猎女 这个母的都是猎女 工作都是那个 它这两个没有表现的兴趣 你要放到一块 它是弄死不会干的 但是磁性大熊猫每年只有一次受孕的机会 而且每年磁性大熊猫只有两个月的发情期 如果不在磁性大熊猫每年发情的时间让它受孕 就会错过每年唯一一次使其受孕的机会 第一个是你像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它完全公的和母的完全都没有一个兴趣 自然交配的兴趣 如果没有自然交配的兴趣 你如果就什么都不管它 就让它过去了 它可能就今年错过了今年的繁殖机会 然后的话恰恰 然后这个母猫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个体 你错过今年繁殖机会 它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损失吧 所以我们需要就是通过人工收集来补充 此外为了让大熊猫的种群能够有更好的基因 工作人员也会主动为大熊猫采取人工收尽的方式 让其受孕 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种群遗传管理的需要 举个例子 我们选择的最好的配对 对种群管理来说选择的最好的配对 可是这两个它就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的话就是 但是它这个配对它生下的后代是比较有价值的 比较价值的后代 像这种如果我们选主动选择 但是它可是它那时候它没有表现迅气 然后我们就会就就就就就人工的包办 就可能基因比较好的 对对对对 就是它两个陪对生下后代是比较优廉的后代 是一个就比较有遗传价值的个体 我们会有的会主动会就采用这个人工受精的方式 据了解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 大熊猫人工受精的受孕率很低 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而经过大熊猫繁育研究者几十年的努力 现在大熊猫人工受精的受孕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接近大熊猫自然交配的百分之六十受孕率 感谢